恩女移动一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一点关怀,一点安慰,随传随到 快点来扫一扫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恩女移动Apps 免费领取迎新礼品吧 我的病叫做皮肌炎 她的情况真的糟透了,肺穿口 又全身发炎,又睡不着 又这里流浓啊,那里疼痛那样子 一有空闲我就会画 她的画里面充满童真 又很有故事性,穿透力 她通过绘画来传递这个福音 位于温哥华市中心附近的固兰湖岛 有一个公共市场 除了售卖各种食物之外 也有精美的礼品和手工艺品可以选购 不论市民或游客 也都可以在这里逛街,买东西 甚至选购日常需要的食材 不过,现在居住在温哥华的官慧新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去逛市场或者散步 甚至不能够照顾自己 在加拿大博士省出生的官慧新 一个月大就跟随宣教士的父母到澳门生活 三岁开始在香港成长 高中时期去多伦多读书 在2016年大学毕业一年之后 当官慧新专注工作和投考会计师执照的时候 他被确诊患上皮肌炎 皮肌炎是现实其中一种 无法完全根治的含有病 不同的地方就会长浓疮 主要是关节的地方 还有就是脸上的皮肤 颈部也有 就是全身都有一块块的浓疮 你可能稍微移动都会碰到 就是很痛 我记得当时洗澡 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慢慢地洗 确保不会碰到全身的这个疮疤 那肺部是最致命的 那最担心就是没法呼吸 它会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洞的时候 我的每一个呼吸都会痛 而且当肺泡破裂的时候 我就要立刻去急诊室 当时的急诊室说 你是医院的VIP 有什么不是要立刻过来 其次就是肌肉问题了 肌肉会无力 那最严重的情况呢 就是我现在坐着 必须很努力才能站起来 有一次呢 在床上呢 我急着就是要去厕所 那险些啊 就赶不及去厕所了 而且是深夜啊 我就心里面拼命地祷告啊 我跟神说 如果我尿出来的话呢 我会完全崩溃 我觉得自己二十多岁了 为何会弄到这个地步呢 就因为这个病呢 所以我就就是全面地停下来了 没有办法再工作 每天呢 用WhatsApp 和电话呀 跟他聊天呢 为他祈祷啊 鼓励他 呃 呃 他也尝试坚强 呃 尝试 呃 不要叫我们这么担心呢 呃 还有定期呢 呃 我休假的时候 呃 就过去探望他 呃 跟他 一起面对 呃 也邀请 我在 多伦多所认识的 神社院校友啊 牧者啊 弟兄姊妹啊 朋友啊 亲友啊 关心的支持他 妈妈本身在香港做护士的 那他就放下工作过来 多伦多呢 照顾我了 妈妈一过来的时候呢 哇 我就完全放松下来了 如果一直是这样就好了 哈哈 但是三个月之后呢 突然发现呢 他有末期的子宫颈癌症 是很严重的这个癌症 有些人呢 可能还没做完化疗疗程啊 就已经离世了 那做和不做呢 可能没什么分别 所以他的取向呢 是不想这么痛苦 他觉得 他就算死 他也不恐惧 情绪很稳定 我觉得 反而呢 就是劝导我们家人 还有身边的朋友了 这个时候 关惠心的病已经好转 后来妈妈想回香港 虽然她不愿意 但仍依从妈妈的心意 取消病假 辞职 和妈妈回香港 我当时回到香港的时候呢 身体呢 又慢慢地消瘦 而且慢慢地症状出现了 妈妈的病呢 发展得很快 每一天呢 也有吐 很痛 严重地消瘦了 那就是 自己洗澡能力也没有 所以当时呢 就是对我来说啊 是阴暗的时候 那妹妹和爸爸呢 都要上班 我常常要见 不同的医生 要经常复诊了 那有一个从小 看着我长大的阿姨 他住在全湾的 那特地陪我从元朗 去观塘再回来 那是需要 一整天的时间的 觉得身心灵很煎熬 所以呢 就请了一个家务助理 他很愿意照顾妈妈 那我也觉得 都是神的恩典了 不过光慧欣的妈妈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离世 还记得妈妈 是五月八号离世的 就是五星节 那我回到家呢 已经天亮了 之后呢 我就摊在床上 全身的肌肉 都很痛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 我的心呢 好像就是被撕裂 好像是一个 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 一个空间 因为爸爸和妹妹 忙于工作嘛 我知道也不容易 那对于我自己来讲呢 我觉得每天 就是困在那儿 独自的哀悼 而且 这个身体的健康 受到很多的 很多的挑战 那段时间 对我来讲呢 真的很不容易 妈妈离世这件事呢 我觉得我需要 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调节过来 但是同时也看见 神没有离开过 神有很多话 透过身边很多的天使 透过很多不同的人 来鼓励我 圣经 帖子罗里加前书说 大意就是 你不要挨到一些人 好像他们没有希望一样 反而呢 他们在 在末后会首先复活 和基督在一起 圣域的人 会一起在云中 在空中与主相遇 那个时候呢 就会永远地 与基督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安慰了 在圣经里也讲到 大魏王有一个儿子呢 将要离世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为婴孩进食祷告 希望他不会死 但是呢 当他死了之后呢 他就起来书席敬拜神 他说 他要走的道路呢 就是往儿子那里去 儿子呢 却不能回到他这里来 意思就是说 他要向前看 因为我们每一个呢 要面对人生的终结 就是死亡 但在死亡之后 才有新的开始 才是那个完美的永恒 所以我们呢 朝着死亡 却不用怕 管会心的妈妈 离世之后 爸爸因为工作的缘故 不能够照顾他 姨妈就建议 会心到多伦多去治疗 以便照顾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情况很差 我还记得 刚到姨妈家的时候呢 她家里有楼梯 他们差不多呢 要抬我上楼梯 因为睡房在二楼嘛 所以我的这个肌肉呢 已经是很差的了 几个月之后 关会心的身体 稍有豪转 加上冬天很快就来到 于是她再被送到 天气较温暖的温哥华 在亲戚家住了一段短时间 后来在一对夫妇的家里居住 她来到呢 第一眼呢 就看见她 就像额头上写着有病了 因为真的实际消瘦 而且出现这个病容啊 两只手都有些关节呢 在这发炎 当时呢 我住在这对夫妇的家里 那刚巧呢 他们要出门去办事啊 那我就要下楼梯 我的肌肉呢 会忽然无力啊 所以我就向前轻靠 到最后几步啊 就掉下来了 之后呢 就航在地上 我尽我所能的 就是希望能够抓着栏杆啊 把自己拉起来 但是无论如何 也没有力气做得到了 就一直躺着等了 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回来 只是不知道要等多久啊 回来后呢 就看见他坐在地上 没有体力呢 自己站起来 所以呢 回来后就扶他起来了 那一刻啊 我很感动啊 觉得终于有人来帮助我了 就好像获得拯救一样啊 而且我到现在仍然记得 他们很惊讶的那个反应 那除了肌肉之外啊 还有肺部 我记得 主要两次啊 是急性的 要立刻做治疗 第一次呢 是立刻去插上导管 因为我比较瘦 会不断地流血 然后护士呢 要不断地帮我清理伤口 如何固定导管的位置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肺科的医生突然问我 你知道不知道 你必须要肺脏移植啊 我就很惊讶 他说 但你需要一个人 24小时的 这样子来陪着你 连续半年 在你身边 是不离开的 你才能考虑做这个手术 当时 我立刻大哭 因为我身边 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的人 能帮我 我爸爸听到之后 他说 好 我放下一切立刻过来 但是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的肺部 没有这么差 那个医生呢 后来呢 找了几个人一起来道歉 就是那个关键啊 我爸爸就决定 好了 我要过来了 虽然很开心 可以再次和父亲团聚 但是关会心感到 十分彷徨 因为出院之后 他们不知道 可以住在哪里 那对夫妇 有些私人原因啊 我必须一个月内 就是搬走 那后来呢 我就搬到一个 义工的家里 但是呢 也只能短暂居住 那当时我心里面 很惊慌啊 很坦特 不知道可以住在哪里 后来爸爸 透过一对 牧者夫妇 他们的朋友 可以让我们 住一个 好像有 十个房间的豪宅 他让我们住在 其中的一个房间 不收任何的租金 那我们要住 十天半个月 都没问题的 直到我们找到租房 看见神很大的供应 后来又透过一个 福音机构的员工 一个姐妹 他以很便宜的价钱 租给我们两年 让我的健康 可以平稳下来 那我看到 每一步我所走的 就是都有神的供应了 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呢 逐一数算超过三十个 是本来与我完全 没有关系的人 他们很尽力地 想帮助我 无论是来探访我 或者是金钱上的支持 又或者是带导了 各个方面 有很多叫我很感动的 是神把他们 就是安排在我身边 有稳定的居所之后 不久之后 关回心的肺部 又再出现问题 之后呢 第二次就比较严重了 插了一个导管 平时呢 插了之后呢 肺部会自动地膨胀 但这次不行 所以要多插一个导管 去放血 因为肺部里面有血 那我的头脑呢 总是不清醒 因为要注射抗生素 但是我又会过敏 所以要试不同的抗生素 之后呢 我又发烧了 记得那一次呢 我在医院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呢 在草原上跑 但是呢 我醒过来的时候发觉啊 我要重新接受的 是全身动弹不得 这里呢随时流血 然后下面呢 有另外一条管子呢 脚又被绑着 当时我真的感到很崩溃 而且刚巧呢 是妈妈离世一周年嘛 所以心情就特别的差 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呢 神都来安慰我 当晚有一个阿姨呢 在香港啊 她就不停地 WhatsApp跟我聊天 那我的心情呢 才好一点 在2019年 当健康恢复稳定的时候 关慧欣就开始考虑 她的工作方向 我一直想考取会计师执照 但是因为生病 你只没有办法温习 或者是参加到这考试 CP学生呢 有个期限 就是2020年呢 如果你不能够 在那个时候完成的话呢 我就要重新开始 那我读过的课程 就不被认可了 所以那段时间 我就求问神啊 你希望我继续读会计呢 最起码可以让我延期了 那我也祈祷啊 你是不是为我 开另外一条路啊 2017年的时候呀 一位小学的同学说 你有这么多时间 不如发展一些兴趣吧 所以他就送我一盒水彩 我记得当时我绘画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疗愈的 这个感觉的 那让我有片刻的 就是思想分散 不用整天呢 想着那些痛处 之后爸爸呢 会帮我发给一些朋友看 他的朋友呢 也有正面的回应啊 对我很有鼓励 我觉得 原来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所以呢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不断地绘画 不断地创作 我记得呢 在医院啊 遇到一个艺术家 他看过我的话 就跟我讲说 你 你继续培养这个兴趣 继续把你的这个故事 融入其中吧 还有呢 我看过一篇灵修啊 谈及圣经出 埃及记建会幕 其中一个人呢 叫做比萨列蒙 神重用他 他充满神的灵 在他里面 很有智慧 能做各种各样的艺术创作 第一个月啊 我读到这一段经文 第二个月呢 我读到一篇灵修的篇章 说到 有谁会想到 在沙漠里面 也需要一个艺术家呢 虽然我的出生呢 和这个背景完全不一样 那即使如此啊 就是神呢 仍然可以透过艺术来使用我 使用我去服侍其他人 或是作为见证了 他的画里面充满童真啦 蛮有故事性啦 穿透力啦 我与他聊的时候 他说希望能用他的艺术画作 来荣耀神 一直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祷告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我就问瑞贝卡 如果福音机构替你出版这本画册 举办一个画展 你觉得如何 当时他当然很开心 神真的蛮有恩典 其实帮我们设计这本画册的设计师 是我在一个福音机构的圣诞市集 认识一个摊位的主人 是一个台湾著名的设计师 他差不多办英武形式 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少许的费用 帮我们做设计 整个过程都很顺利 这本书就是去年福音机构 帮我出版的画册 封面这一幅谈及我双手 因为我当时有严重的严症 两只手布满浓疮 而且还流浓 里面的筋曾经断了 那就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动 维持这样的一个姿势了 后来借着两次手术才能动 就算手术前 我仍然可以拿着画笔 可以就是能够绘画很微细的话 那这根手指好像一个恩典的记号 而且我在其中一只手上面 写上一些文字 说出当时我的一些情绪 或者是挑战一些学习的功课 令我可以成长 和更加能够理解别人的需要 和多一点的怜悯 而且好像是一种重生的感觉 虽然当时呢 我像就是一个残疾人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仍然有功能性 我仍然能够运作 从这个事情呢 让我看到我的热忱 正在绽放 而且呢 这只手上面啊 写了一段的经文 就是说 神选择一些软弱的人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口 就算要夸呢 只能夸耶稣基督 是 还有就是呢 在病痛中呢 他跟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记得举办画展的时候 有一位义工带来一位朋友 上了年纪的 他买了一本画册放在家里 他的孙女18岁了 打开画册来看的时候 深深地被瑞贝卡的手所画的画 吸引住 他翻开一页又一页 差点看完整本书 这位老人说 孙女拿回去看 他就拿回去 然后跟奶奶讲 我想去教会 你可以告诉我如何开始吗 在瑞贝卡身上 我看见神用她的手 用她的话来述说神的奇妙 透过这个病呢 我才能看到啊 哇 原来我可以在 艺术方面发展啊 我看见她从一个病到快要死的人啊 到她可以四处跑啊 可以做运动啊 可以与我打乒乓球啊 已经是看见神迹了 而且她能够将生命交托给神 每天清早啊 她会读经啊 祷告啊 有时会进食祷告等等啊 还有她主动侍奉神啊 做不同的义工啊 神也通过她的艺术啊 教会的侍奉啊 来带领人 信耶稣啊 和属灵的复兴和更新 得到鼓励 所以我觉得她的身心灵呢 都有成长 如果我 我暂时能够维持现在的状态呢 我可以 很好 但是呢 医生也有讲过 你早晚会复发 但是 现在哈 也担心不了这么多了 嗯 我不想活在这个恐惧之下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日 但是既然有生命气息 那就继续好好的生活吧 在加拿大被师生出生 大学毕业一年之后 就被证实患上脾气炎的关慧心 不仅要面对疾病所带来的煎熬 期间也要面对母亲患病离世的哀伤 但是在困难里面 她经历到基督信仰给她力量 去跨越这些挑战 所以她很乐意用自己的画作 与人分享她生命的故事 也向别人传讲福音 多谢大家收看恩雨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感谢 covered 感谢 reward 感谢完 感谢 Игорь